所以是這個如果房子要不回來 怎麼辦 這個就所以才奉勸 真的不要很快就把主要財產給孩子 你給孩子之後 那你給孩子之後就變孩子的 如果今天孩子不在的時候 就變孩子的繼承 就像像三代 第一代說我給孩子 那孩子之後他有第三代情況下 那孩子過世的時候 繼承是他的就等於孫子 第三代跟他的太太 所以被拿走 那如果今天這狀況是第一代的 完全都沒有錢 是零的話 那平常都靠兒子去撫養的情況下 還可以講法律還有一條 以前平常撫養我 撫養我的人不在 我可以要求拿一些這個分一點遺產 讓我可以安詳晚點 可是這樣感覺比較淒涼 那你幾歲才要給你的兒子 我幾歲 我幾歲 我會給一些 但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會等我不在的時候 我用遺囑給他 比如說 先給個兩成 剩八成 以後最後再給 最給他一點點 然後我給他一點點目的什麼 我看他們怎麼用錢 因為有的每個財產不會 會用 會不會用差很多 可能也許我可以給他一百萬 兩個都一百萬 他看看哪一個會浪費 哪一個不會浪費 我再來評斷說 我要給他什麼 因為我們錢不一定只有現金 我也是股票 也是公司的資產 所以我會看這個人適合什麼 給他什麼 所以我覺得 但最重要一個原則用遺囑 不要現在給他多太多 他太危險 好 那玉兔請教你啊 那你們現在搬出來 你老公會擔心媽媽只有一個人嗎 會 他就是會譬如說 我們就是會常常訊息 或者是他的那個 同夫異母的姐姐 像目前就是跟媽媽一起住這樣子 對 就是有人在旁邊也會比較放心 然後再來是我婆婆真的是很健康 那我比較擔心 就是可能有時候喝酒 或者比較晚回家的時候 會有意外 那婆婆在或者在抱怨你 指責你的時候 老公有沒有站在這邊 有 就是我曾經先發生一件事情 那我就真的很想要跟我 就是老公離婚 要分手 那時候還是在交往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有一次 就是我跟我先生在吵架 我們就是為了那個 買早餐那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剛搬回來嘛 然後剛搬回來說 就是有點小摩擦 我心裡也不是很好 然後我先生常常就打電話 打到就是下午才起床 那我早上很餓 我就去買早餐 然後買早餐給他吃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呢 他就換他比較早起床 他就去買早餐給我吃 然後因為我三明治裡面 是不能加小黃瓜 不能加美生菜的 然後我一搖 我說怎麼會有美生菜 我就說好 我說怎麼會有美生菜 難吃 因為以前的三明治是 沒有加美生菜 我覺得喜歡那種古早味 然後我先生就覺得 你真的很煩 對 他就說 我已經起床買早餐給你吃 你還想幹嘛 還閒 對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我搬回來一個月 這一個月都是我買早餐給你吃 你這一個月是我想要幹嘛 所以我們就吵架 吵一吵 我們就開始大吵架 我就說你小聲一點 媽媽在睡覺 因為我還是會很過激 我小聲一點 但是我先生都是火來的嘛 我開始互罵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吵大聲 然後我心裡想說 他是不是真的想把他媽媽給吵起來 然後講這樣 講這樣 我先生就罵我髒話 他說什麼 什麼叉叉叉這樣子 我說你也叉叉叉 對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就是 生氣的時候 這很正常 因為就是你們是男女朋友 他罵你髒話 你也罵他髒話 很正常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婆婆 我就 他罵我叉叉叉嘛 不會罵他叉叉叉 這時候我婆婆就從門外面 這樣說 你不能罵他叉叉叉 因為你罵他叉叉 就等於罵我 你知道 他罵有邏輯的 對啊